秘密大改造制 改造前后对比 怎么成这样了 可是我家关键是 是不是 我出去以后停留姑娘吗 我整的呀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都变得秧了呀 关键是谁干的 你是 我是央视秘密大改造的设计师李柯 你们太厉害了 你们太厉害了 那我介绍一下 好 这个屏风呢 是专门用的宣纸 安徽的宣纸 很质朴 很中国 改造前 入户门正对卫生间的门 改造后 设计师用一扇大尺寸的屏风 保护了家庭的隐私 这个灯呢 您现在看着不次眼对不对 对 特别舒服 设计师以见光不见灯 为主要设计原则 多方位的保护陈贤的眼睛 太感谢了 你怎么能想到 就是想到我的 对 你的痛点上面去了 哎呀 太感谢了 好完美 真的我想了那种状态 但是我又设计不了这种感觉 改造前 陈贤喜爱的绿植 放在次卧的飘窗上 改造后 新增了一个花房 让整个空间充满了生机盎然的氛围 哇 这里面怎么能找出来这张照片的呀 这是一个文艺青年的照片 文艺老青年 改造前 主卧基本闲置 改造后 设计师解决了空调室外积 散热影响主卧温度的问题 你这个设计啊 真是让我感觉到 我就焕然一新 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种光明的感觉 很自然 太感谢 太感谢了 改造前 一张床就占据了自我整个空间的三分之二 改造后 这里不仅可以看书 喝茶 还能作为客房 住在这个家里 就是一种享受 很温暖的感觉 然后被呵护的感觉 你知道吗 每一个使用空间都能够喜欢 这对我们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成绩 谢谢